嗨,大家好,我是Tracy 5月1号起,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和泰国边境都已经开放了 其中泰国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喜欢去的国家 现在入境泰国有两个类别的条规 第一个就是已经注射两次疫苗的成年人是不需要隔离的 同时这一群人带着18岁以下的人或者是小孩 没有注射疫苗的,他们也不需要隔离 第二个类别就是没有注射疫苗的人 他们是需要隔离5天的 今天我是针对已注射至少两次疫苗的人去泰国的条规 是需要准备两个文件的 第一个就是要买一份保险,泰国政府规定的保险 第二就是申请Tailand Pass 这个Tailand Pass就是你在网上填了一大堆资料 它会给你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是出泰国海关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 第一个步骤一定是先买保险 再到第二个步骤填写Tailand Pass 因为Tailand Pass的表格里面 它是需要你上载那个保单的 我把买保险还有填写Tailand Pass的链接都放在说明区那里 让你们容易点击使用的 我这个视频是展示的填写Tailand Pass 如果你们要看填写保险的表格 你们要到我另外一个视频去观看 填写这个Tailand Pass 我建议你们用电脑操作会比较好 还没有填表格之前 大家先把列表上的东西都准备好 那就事半功倍了 建议大家先截图这一页 我知道大家有时候不只是帮自己填表格 又要帮朋友帮家人填表格 所以避免填到一半又要去找资料 所以这个列表是可以帮助大家节省时间 第一到第三是需要准备的图片 这些图片都是在表格里面需要上载的 第一个就是MySegger App里面的疫苗证书 我把我的疫苗证书截图成三个图像备用 第二就是你把你的护照拿出来拍张照片 要拍成这个样子的 第三就是你的保险 如果你的保险那张保单是PDF file的 那你就截图变成图片 因为上载的时候它只是允许上载图片 不允许上载PDF的规格 第四是保单的号码 第五是Flight Number 就是飞机的编号 接下来不用我说你们都懂了是不是 有了这些资料就可以开始填写Thailand Pass了 我在他们的官方网站点击申请Thailand Pass的链接 然后来到这一页我就点Air Travel 因为我坐飞机去的 然后就会跳出这个Announcement 一直大堆泰国字 你就往下拉就会有英文版本的 其实它也是在重复讲解去泰国的调轨 你就把它打插关掉这一页 然后你就选Non-Thai 因为我们不是泰国人 点这个拉到这一页又是重复进泰国的调轨 然后到下面点Select 你就会看到一大堆的Term and Condition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的Term and Condition 只要你要进泰国 你都必须同意他们所有的调轨 那你就在这里打个勾就行了 我去泰国的目的是旅游 我选Travel 我从哪个国家出发 马来西亚 我第一个到泰国的城市是Bangg Flight Number 飞机偏好 你从马来西亚飞到泰国那一个飞机的偏好 抵达泰国的日期 还有你从泰国起飞的日期 点击Register 来到这一页 它这里是说泰国政府会送你的个人资料60天 如果是你同意的话你就按Confirm 其实也没有办法不同意 这里就是你填写个人资料 这里填写名字有三个格子 不需要那么复杂 我只是填写Given Name 还有Family Name而已 其他个人资料你问自己填 来到这里你们选这个Ordinary Passport 护照号码这个格子 它不能copy paste的 你只要自己打进去 然后上载你的Passport的照片 你看找找准备的照片 现在就可以用到了 然后继续加油按Next 这一页是要上载你的疫苗证书的 如果你之前有中过Covid的话 你就点一下这个格子 它会要你上载医疗的一些证件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untick掉它 不需要狗 然后一个一个填写 你打的疫苗的牌子 几时打的 再上载第一只疫苗的证书 如果你们有QR Code的话 你也可以上载 但是我懒多不需要 继续上载第二只 我就炫耀一下 现在我有第三只 我也上载第三只的 然后点一下这个格子 按Next 选去泰国的区域 泰国的地址 copy and paste 再马来西亚的地址 还有电话号码 这里是写紧急联络人的姓名 还有电话 然后按Next 刚才我说过先要买保鲜 如果你们还没有买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这里点击 我已经买好了 所以我就填写保单的号码 然后填写有效热期 有效热期就是你从哪一天出发 那个就是有效热期 然后上载保单 点一下这个格子 然后按Next 这里是你重复看一下 所填的资料是否正确 写不对的话你就按Submit 你把这个号码先截图下来 先完表格过后我马上收到Email 这里是说48小时以内会回复我 从收到的Email看来 我是7点半升起的 我下午5点就收到那个Pass了 ThailandPass就长成这个样子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你们去泰国愉快